今天嘴巴上顏色是植村秀的唇膏 然後這個色號非常強 ALOR591 就是一個橘色的色調 然後它的質地呢就是 有點光澤 然後很水潤 你看顯色度超有好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MAG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九月的愛用品 一晃眼 九月了 我現在拍片的時候是九月 然後你們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應該就是十月初 還剩兩個月2024就要說再見 怎麼會這樣 我這一次呢回台灣 就有停留比較久一個多月 原本我只有停留三週 但後來延長有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去做那個健檢報告的時候 他就說我的胃有點發炎 所以我後來轉診到比較大的醫院 就是進行深度的那個檢查 後來還好沒事 就還是就是輕微發炎 不過我延長就是因為想說 醫生開藥給我 我不確定那個藥對我來講 有沒有效或者是沒有效 我想說先留在台灣 然後觀察一下 然後接下來再回日本 今天來介紹一下我今天穿了什麼 因為天氣終於有一點轉涼了 真是太棒了 而且接下來台風要來 所以外面現在天氣就是 有時候很晴朗 有時候下大雨 有時候又涼涼的 所以呢 終於可以穿這種 台灣很罕見可以穿的這種毛料的背心 這個是UNIQLO C系列的 然後我覺得他這次選的這個紗線呢 非常的輕膚 同時有一點點保暖度 因為他是羊毛 但是以現在大概20、5、6度穿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然後還有這個粉色 我覺得也非常襯膚色 很可愛 那這一件呢我是挑M號 因為S號我覺得他穿起來有一點點太合身 如果我裡面想要加什麼短袖的話 好像就有一點點緊 耳環的話呢 我在韓國VLOG配戴他 超多人問我 就是ATED的 再來的話 很吵的這個戒指 這是我之前在新宿的一家古卓店買到的 然後這一個呢 是香港飾品品牌的SERENA DEVT的 那大家如果有喜歡這個戒指的話 或是喜歡他們家的東西 都可以輸入我的折扣嘛 他這一款我很喜歡 他的銀其實是這種 很有質感 然後有點點髮絲紋 用霧面的銀 而且他家的那個成分 我覺得他用起來都還蠻有分量 可是又不會過重 就是整體的質感非常的好 首先第一樣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 最近我覺得用了 臉有變亮的一個髮寶 但先介紹我今天的底妝 因為我覺得我今天的底妝也蠻美的 就是這個光澤非常的漂亮 我完全沒有用任何的打亮 是子春秀的這個小光瓶 這一個我覺得他蠻適合中性 偏乾或者是很乾性的肌膚 如果是偏油的話 可能要用比較多的蜜粉定妝 我覺得持妝力才會漂亮 但是因為油性肌膚 比較不是我的手背範圍 所以如果你對像這樣子 有點光澤性的定妝 還是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靠櫃試試看 那我用了他 我很喜歡 今天就是這樣薄薄的上 可是主要呢 我覺得整個臉變得很雲亮 關鍵就是TAKAMI的這個5C精華 那TAKAMI我之前用那個小藍瓶 現在用到第三瓶了 我早晚都會用它 然後我覺得TAKAMI的那個小藍瓶 它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跟IPSA的流金水有點像 我其實要用完整整一瓶 我才開始感受到它的好 就是原本我開始用用用用用 然後用到半瓶的時候 想說為什麼它是日本什麼 最冠軍的精華 有點用不太懂 但是就是要給它時間 它會慢慢讓你的皮膚 有一種回穩的感覺 然後讓你的腳趾層 就是保持在很剛好的情況下 那這時候你的皮膚 整體的狀況都健康之後呢 我下一個步驟 我就試著加入5C精華 我就發現真的有雲亮 就是整體的那個光澤度 然後擊退蠟黃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有感 然後我很喜歡它加的那個 有一個設計呢 就是無論是小藍瓶 或者是這個5C精華 它的那個低管上面 都有一個刻度 所以你很知道說 如果我要用的用量 大概要在什麼程度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 很需要秩序感的人 很需要規則 所以很多精華液 或者是很多保養品 它沒有讓我知道說 我要用多少的時候 有點不確定 欸這個用量夠嗎 或者是太多了 但是它這個呢 就是有一個刻度 我會覺得很有安全感 那5C精華呢 我用的時間就是在早上而已 那晚上的話呢 我可能就是搭配一般的乳液 或者是搭配A唇 或者是搭配小黑瓶 早上的話 我就是搭配5C精華 我覺得光是這樣子 早上用它 我大概用了一週多左右 我就覺得整體的膚色變得很雲亮 然後本來 因為我不是前一陣子 在臉頰的兩旁邊長一些顆粒 然後後來留下印子嘛 我覺得它也有達到淡化的效果 那除了5C 它還有添加維他命E 就是會讓你的臉有修復的效果 我第一天第二天用的時候 剛上臉 避開眼周 會有一點點很微很微刺刺的感覺 可是用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時候 我的肌膚就蠻適應的 所以如果你是敏弱性肌膚的話 你不確定用5C精華適不適合你 你可以先去櫃上拿那種試用包試試看 下一樣呢 要來分享我最近用到很好用的這一種定妝刷 是Kai Beauty的 然後它的這一個型號是S02 它的這一個整體刷子的切割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毛的觸感的清膚程度 以及彈性都超級好 然後因為我今天其實沒有訂什麼妝 所以我來示範給大家看 然後剛好我最近也在試用它家的這一個 Blur Perfecting Powder 你看喔它取粉就非常好取 然後因為我還是想要保留一點點那個 妝容的光澤感 我就把一些粉拍掉之後呢 你看它的那個整體的彈性有多好 非常非常好用的一支刷子 然後尤其它的這一個弧度 因為我自己其實在眼下定妝的時候 我會稍微輕輕的這樣壓 那它的這個剛好角度就很吻合眼下的這一塊 然後鼻翼這邊也可以稍微按壓照顧到 我覺得它的這個刷型真的非常的好 就是無論是眼下或是像剛剛的鼻翼 或者是大面積 它其實都可以是它的手臂範圍很強 好 下一樣愛用品呢 就是我現在在用的這個 這是犀牛頓的水壺 你心想說水壺到底有什麼好介紹的 不就是喝水嗎? 沒那麼簡單 好 你看喔 喔 我原本以為它就只是方便拿去 錯 先是它可以把手機架在這邊 所以像我如果很常拍影片的話 拍Vlog 那不一定會帶相機出門 那如果我有水壺又有手機的話 它就可以身兼當腳架 橫式的可以 直式的也難不倒它 還有 它可以做一個超強的特技 很像那種空中飛人 剛剛我這手機殼也是犀牛頓的 這個也是犀牛頓 它們兩個可以結婚 有沒有超級強 所以呢 我平常如果在外面要看劇 或者是我要拍東西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拿它來去當一個支架腳架什麼的 這個環呢 它還可以調整角度 所以你要任何的角度 它都可以吻合你 那如果你平常沒有要拍片 或是什麼自拍啊 幹嘛的話 我覺得在運動的時候用也很好用 就是你鋪一個瑜伽墊 然後你把水壺放在旁邊的時候 你就可以邊搭配YouTube的那種什麼 體育的影片看 就是放在那邊 然後你自己在做深蹲啊 或是做任何動作的時候 就可以搭配著看 要不然我真的還蠻常 如果在家做那種很簡便的運動 我是用電視投放 可是電視是在上面 但我整個人其實在地面上 所以如果我要在地面 然後又要在看電視的話 會一直這樣子一直這樣子 如果你有這個水壺的話 你就把它放在你的那個瑜伽墊旁邊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運動 然後我的這一款呢 是跟Osamu Gutsu聯名的 所以它上面還有可愛的圖案 那平常它有常態的款式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好 下一樣呢 是我最近回台灣 感到非常困擾的一件事情 然後它解決了我這個困擾 就是我回來台北家之後 我就發現 怎麼時而會有一些小果蠅 打死了一兩隻之後呢 明後天 呼朋飲飯 來了更多果蠅 然後我想說到底有完沒完 我就上網查 看哪一個東西就是很有效 結果我就查到很多人推薦 新加安蘇果蠅耳記 他說那個是一個 日本的沙蟲第一品牌 我在日本是沒看過啦 但我就在Momo買它 好 我買到之後呢 拆開來 它就長這樣子 禁聞的時候是蠻臭的 就是不只是驅果蠅也會驅我 它就是有一個 果酸 聊到有點臭酸的味道 我就放在客廳 然後放在餐桌那邊 我放在廚房 廚房我還放兩個 第一天 欸 好像真的果蠅 是不是悄悄的離家出走了 第二天呢 第三天呢 真的沒出現了耶 這真的真的超級強 我擺了大概兩週左右吧 果蠅仿佛不存在我家過耶 包裝上面是有寫說 這個大概可以作用一個月左右 所以我買了五個 欸不對 我用了四個了 很快又要補貨了 因為我用了這個一個月之後呢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滿意 我就會想要長時間可能在廚房都放 客廳是不用的啦 但廚房感覺可以放 因為如果有時候有 切東西啊或是幹嘛的話 會不會果蠅又撲棚一半我不知道 但這個真的很有用耶 不知道它有沒有大家用過 其他也很有用的 你可以歡迎推薦給我 就是家庭主婦一起互助 接下來再分享另外一個家庭主婦互助的資訊 就是我最喜歡的清潔品牌Rain 我又這次跟他合作優惠組合 他家的東西 我用了四年 然後空罐 我覺得全部全部加起來 絕對超過三十瓶 包括他的洗衣精 真的非常的好用 那這個洗衣精 單價是高沒錯 那插在哪邊呢 就是插在他的成分 他是微生物酵素 是取代石油提煉的那種清潔產品 所以他對於環境很友善 純素 而且沒有動物實驗 然後他家還有另外一個也是經典產品 我用了應該超過二十罐吧 就是這個洗腕精 因為連富貴手用都會非常非常的溫和 可是呢 通常溫和的清潔產品 效果是不是會砍板 他也沒有 取油效果一樣好 再來就是他的味道調的都很好 像是那個冷山琥珀的手部清潔露 然後還有他的沐浴產品 只要是冷山琥珀 就是先投給他 而且你知道嗎 冷山琥珀最近還出了擴香 是這個802的擴香 然後他的擴香棒長得也很漂亮 這味道真的太強了 就是手部清潔露 沐浴產品到擴香 同樣是這個味道 我全部都買下來 他們家同時還有手洗精 跟地板清潔液 地板清潔液我用的感覺就是 不要只覺得他只能清理地板 AirPods的那個耳機 或者是周圍 不是有時候會髒髒的嗎 我搭配棉花棒 然後清潔它 AirPods就會像全新的一樣很乾淨 他家的清潔產品呢 是如果你有養寵物 貓啊狗 或者是嬰兒 也都可以使用的 孕婦也不用擔心 最後一個全新的東西我覺得超級酷 而且很適合我這個丹寧的愛好者 就是丹寧的專用洗衣精 因為通常你在洗牛仔褲的時候 很容易擔心丹寧會退色 或者是有些人就不太洗 專門清洗牛仔面料這個洗衣精 它就是可以讓你的牛仔不那麼容易退色 可是又可以達到很好的清潔效果 那因為產品很豐富 所以有各種排列組合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去購買 那組合價呢 有8折的 然後也有75折的 然後因為RAM它平常真的還蠻少做優惠 如果有需要 或者是想要補貨的話 都可以把握這次的機會去補貨 最後呢 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聽到 我覺得很好聽的歌 以及很好看的劇 第一個我先分享劇好了 就是韓國的那個實境綜藝節目 黑白大廚 超級好看 我們目前身邊所有人看過 都是給予超級好評 就是它是廚藝的大賽 那什麼是黑白呢 黑色湯匙的廚師們 就是他可能自己也是 經營餐廳啊 餐酒館啊 其實也是蠻厲害的廚師們 但是白色湯匙的廚師 就像是什麼阿基斯詹姆士 就是既有聲量超級有名 或是奪下很多獎牌的厲害廚師們 所以就是分成兩派 有民間厲害的廚師 跟大家都知道的厲害廚師去做PK 真的超級好看 而且我覺得韓國人真的好會拍節目 他的那個速度呢 場景 然後還有鏡頭 一切都真的很精彩 而且我現在覺得 如果你回頭看五年前的節目 跟現在節目比下來 就真的那個步調會讓人覺得有點差異 現在的節目那個步調的明快 會讓你就是一直想要繼續追下去 每一次在最後的時候 我就覺得 要去睡覺了 算了還是繼續看下去 然後就一直看一直看 真的很精彩 如果你很喜歡做菜的話 看那個節目真的是 對 但是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你在看那個節目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把宵夜買好 因為我每一集在看的時候 我本來肚子都不餓 我看一看 我大概看到大概第二十分鐘吧 我就會開始去煮泡麵啊 然後叫外送啊 然後吃洋芋片 所以看那節目前 可是先瘦個五公斤吧 不然看完之後呢 我覺得絕對會增胖回來 再來分享兩首歌 都是來自Billy Eilish 他最新的專輯 Birds of Feather 跟Wild Flower 這兩首歌 我就是不斷不斷的在重播 Birds of Feather We should speak together But I see her In the back of my mind 我很少又再喜歡一個新的歌手 我之前看過一個朋友 貼給我的文章 就是什麼過了25歲之後呢 你對於歌曲的接受度 就會越來越低 然後你就會開始只聽那些 可能這20年 你從小到大會聽的歌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有發現 我喜歡的新歌手沒有那麼的多 然後我自己也不聽 就是新韓團 所以好像聽來聽去就是一些 10年前15年前的那種什麼 華語經曲啊 英文經曲 可是近期 這三年 這五年 我最喜歡的新歌手 就是Billy Eilish 我覺得他每一首歌 然後還有專輯 然後他的創作 就是各種風格 我覺得都非常的突出 然後 不知道欸 他就是長得很酷 可是不知道怎麼一唱歌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很柔軟 然後馬上進入到他歌曲裡面 情緒的那個感覺 然後酷 他也可以 柔軟也可以 然後有點心碎的感覺也可以 這兩首歌我真的就是 這一個月重複 一直一直一直在聽 所以就也推薦給大家 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這一次 九月豐富的愛用品了 我這一次回台灣應該算是 我住了日本之後 有史以來 待最久的一次 然後就有發現 我很常不知道周末要去哪 大家周末都去哪 我好像都在跟朋友吃飯 跟家人吃飯 然後其他時間就是待在家 可能偶爾偶爾才會去逛逛 不知道欸 有沒有什麼周末的好去處 留言給我 或者是你覺得太私密 不想要讓大家知道的話 你可以私訊我的Instagram 讓我知道一下 然後跟大家再次提醒 就是REN這一次的優惠組合 是從10月4號到10月10號 所以如果你想要補貨啊 或者是有哪一些商品 剛好吻合你的需求 想要試試看的話呢 都可以把握這段時間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拜拜